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有这个梦想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可能在 路上有发生一些 车祸啊 意外之类的 所以让他 下半身整个是不可以动 所以从此之后 他的人生就是在轮椅上面 你怎么玩 就这样丢方块 接好啊 于是他就回到部落里面 去帮助需要的家庭跟小孩 在他帮助这些小孩的当中 其实这些小孩子也帮助到了 这位辅导老师 填补他心中所缺少的那一部分 因为我的老婆这个角色 其实是有一个真正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在 然后我是用他的故事去编写的 然后我其实有 呃 第一个就带他去看 我们角色的原型 让他了解就是你已经就是身障了 你不要去想办法揣摩 身障的心境 至少我在的这个时间 我真的很有幸在那里 然后当他们需要的时候 我真的不在 其实也没有什么 没有身障的心境 只有这个身障的人的 她的背景而已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去找 很年轻的那个轮椅妹妹 那个妹妹是给她 比较物理方面的咨询 而且她顺便看那个 看那个已经做轮椅做很久的女生 她会怎么去使用她的轮椅 老师又怎么样 做轮椅有厉害吗 喇娜她算是个 很有勇气 很有爱心的一个女孩子 户惑里面的人一定会面说 啊 脚那样子 怎么可以做客服饭 怎么可以帮小孩子 你可以煮饭吗 我觉得这女孩子很棒的是 很棒是因为 她有一个信仰在她心里面 而且很好 你们都不会怕 所以不管面对任何事情 她都是可以客服一步一步一步过的 她说她要开芭芭芋 等一下 接这一次 不用了 谢谢 她的个性可能跟 她真的跟小朋友的相处 其实我们看到她 在戏里面比较温柔 其实大家也会处罚她们 我觉得她就是那种 就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 然后对她们该严厉的时候 她还是会严厉 我觉得她就蠻像一个 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子 跟她们不管是在拍戏 或是在拍戏的时候 她们都会跟我 有一定的距离感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到最后面 她们才跟我说 因为我们很怕跟你太好之后 你会离开我们身边 但也因为她们想法成熟的关系 所以跟她们拍戏起来 特别的有默契 剪刀 石头 布 没有穿内裤 夹在联络裤 内裤夹在联络裤 夹在联络裤 哎呦 这么好 就把书给念好了 老师给念好了 老师是我的另外一个依靠 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每次我都会找我老师探讯 谁 老师 哇塞 干嘛 想你啦 所以我觉得 对我蛮重要的 她就像我妈妈一样 只要我长大这部电影 它其实是在诉说 部落里面真实的样貌 不管是人生的酸甜苦辣 都可以在里面去看到 生命当中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 但是你们一定要坚强勇敢地活下来 因为你们的生命 会鼓励到你周围的人 而且你的这一份爱 可以让世界更美好 请大家一定要进气愿支持 只要我长大